啊,来一口 哈喽大家好,我是甜面酱 现在呢虽然已经三月了,但还是有点到春寒 所以可以吃点羊肉不顾身子 今天呢就教大家做两道不同版本的手抓羊肉饭 一个是电饭包版,一个是烤箱版 那大家就各取所需吧 电饭包版 米饭事先泡一会儿,味道会更好 接下来只要把材料都切成小块 下锅的时候先放羊排 把羊油炒出来 这油可是手抓羊肉饭鲜香的关键啊 把肉和菜都炒到半熟 用自然力磨成粉会更香 但是没有实就我就直接上刀了 事实证明还是直接买粉就好了 炒完以后倒进电饭包中 记得把锅里的油也搜刮干净 一切就交给电饭包啦 最后别忘了放盐 然后拌匀 香喷喷的手抓羊肉饭就做好了 米饭粒粒分开,上面裹着羊油 还有自然力,真的是超级香的呢 烤箱版 准备材料也都一样 只是这一回换成用烤箱烹饪 水和米2比1 浸泡完以后,马上材料 最后别忘了在顶上盖上锡纸 防止肉烤焦 将生米煮成熟饭,需要 出锅后可以浇上一点酱油调色 就电饭包版呢 它的油会裹在每一粒米上面 所以吃起来真的超级香 但是烤箱版本呢 它这个油的包裹性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它比较快捷 就有条件的话 我还是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这个电饭包版本 哇,真的好好吃